三名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我用那个 刚刚是用 就是LARCH 产生那个排第三个 那用SMALL的话是倒数第三 不是问题啦 如果今天想把它改VBA VBA的话 那刚刚有用过类似的方法 所以你也可以第一个怎么样 可以把刚刚的那个苗栗跟宜兰总和的 假设我们用这一段 复制一下 然后如果我想要把它当范本 套用到那个009的这一题的话 那当然一样记得不同的档案 请记得要分别产生它对应的模组 你程式不能说只贴到其中一个 不行 再来的话就把它变更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是前后三名的那个工资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把一样名称改一下 OK 这个名称的话当然没有自私化 不过我习惯是反正又对应到的那个他的名称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这个地方呢 逻辑蛮多地方是一样 就是帮我找一下 如果工资是前三名 或者后三名 所以 我们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 第一个要加总这个一样 范围的话 好像刚好一样二到十 再来的话呢 逻辑部分不一样 那逻辑部分的话最大的问题是 他刚刚是LAPT 不过 而且是A栏 那我们现在不是比A栏 我们是比B栏 B栏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把B栏的东西抓过来 不是两个 我们要怎么样 刚好要大于等于 那个什么呢 大于等于 后面也不是一个文字 而是要一个 那个LARGE 所以 几个方法 就是说 不如怎么样 你干脆这边不是有 假设 我已经在这边做了 之前有练习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纸搬过来 放在这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small第三 就是道主第三 那你可以拿这个 如果说 有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 VBA里面没有对应LARGE的 那个函数的话 那有个方法 不如就是直接在什么 在Sale里面先做好 你先对应到他 那对应怎么对应呢 我前面讲过吧 你就是找到他的那个 出生格的位置 F2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叫Range 直接取用他 当然刚刚同学问说 能不能用Sale 也可以啦 不过我是建议 因为比较好理解 还是用Range Range的哪一个储存格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 直接指向他 他就可以去帮我比一下 如果我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掉进来之后 有没有大于等于 这个数字 或者是有没有小于等于 这个数字 小于等于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样把它贴上 用改的 然后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就把它 把方向改一下 改成小于等于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G2 OK 这样的话 改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话 累加 是不是B栏 B栏没错 就是他如果是对的 那我就把这个值 给累加进来 累加完 放在SUM里面 最后输出 一样到D2 所以其实后面 程式都不用改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的程式都写完了 不过这边当然会有 会有一个 可能需要预先做的 就是这两个数字 你可能要先做 做完之后 再把它放到这边来 做完之后 再把它放到这边来 OK 这样执行起来 应该是OK 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执行 2万 应该是各时 百千万 二十万六千五 看一下 跟前面一不一样 看一下 一模一样 20万六千五 好 但是呢 这个地方其实 就变成说怎么样 变成说 你这边可能要预先 先输入这个公式 当然另外的同学 老师可是问题 如果放在这边 感觉有点怪怪的 那不如还一个方法 你就输入的话 你输入到很边边角角的 你输入到最右边 可不可以 你就塞到一个 完全不会被看到的地方 你可以把Ctrl向右 对不对 放在这边 总不会被知道吧 OK 如果还要被知道的话 你就把它变白色的嘛 对不对 不会有那么无聊 还去看说 但是你又想说 总是觉得好像哪里 怪怪的 对不对 你就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这两个东西 不要让它出现 Delete掉它 会不会OK呢 其实如果Delete掉它呢 这样子你这些执行的就不会正确了 现在执行会不会正确 不会吧 它会怎么样 它会有结果 变成说这里面 它如果没有东西 它可能把你当了零了 零 那所有都 所以它其实就应该是把你 所有东西都把它里加了吧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没有放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的话 但是要产生那个结果 你可能就要想一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要不就是前面讲过丢公司吧 丢到边边角角 然后再把结果带过来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从VBA里面 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用这个 你可以直接去调用 那个什么Excel里面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 VBA里面的函数 是VBA自己的函数 Excel是Excel自己的函数 那两边基本上前面是 基本上不相通的 除非你用丢公式进去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希望怎么样 在VBA里面 直接怎么样 我想要直接调用什么 调用这个Ludge 把那个Ludge的结果 直接就帮我把它放在这边了 而不要放在这边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边可能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然后可能也许不见得 目前每个同学都需要 不过未来 假如你可能会需要用到 就是从VBA里面去调用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那最重要 你必须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调用的方法 这个可能 这个会需要用到的物件 可能比较冗长一些些 用的方法也比较长一些 你可能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这个是谁管的 OK 那对应到你就要去找到说 它是由Excel本身管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能Excel 那前面好像有讲过 Excel本身有个物件 叫Application 那它这个地方的 这里面的东西叫做 工作表函数 所以它对应到有一个属性 就是叫Walkthrough Function 那我们可以调用它的话 当然第一个 如果你要直接调用 你可以打一个 不过这个层次会比较冗长一些些 它是Application 电 电下去之后的话 我刚刚讲过 物件是Excel OK Application 值得是Excel 它里面有一个叫工作表物件 所以你打个W W OK 其实大概 因为这个 后面这个东西 叫工作表 工作表 就Worksheet Worksheet 然后它的公式的话 它的Function 这边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函数 都帮你把它放在Excel里面的Worksheet Function 其实如果说你记不太起来的话 像我的习惯是吧 至少一定要记Application 另外的话点下去 要能够列出清单 如果你点下去没有出现清单 应该是你Application拼错了 OK 如果有这个出现之后 你再打一个W O 应该就可以用选择 有没有 Worksheet Function 后面就不用背了 反正我的习惯 不太喜欢背那么长的公司 要打一堆 那刮壶之后的话呢 不是不是刮壶 再你这样点一下 Worksheet Function 电 你会发现 它就会出现一串 那从A到Z 其实这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对应到什么 基本上就对应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 已经可以在VBA里面调用 OK 所以如果未来 你们只要有需要在VBA里面 直接去调用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记得啦 就是用什么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就可以了 OK 这其实相当重要啦 我很多书里面不见得有写到 如果没有写到的话 你也只能用VBA里面函数 但是有的时候 我会想说 也蛮多功能 刚好Excel里面才有 那我是建议你干脆用这一招 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 你要解决问题啦 那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 如果你不会这样调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自己要用VBA 重新撰写一个Function 然后你再去呼叫 可是很麻烦 干脆用这个比较快 然后里面的话点 你可以找到那个呢 它会列出那个所有的Excel里面函数 那你打个L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Lodge 但是特别注意 Lodge里面 钱光合乎 我们要给它的那个东西 我们第一个就给范围 第二个就给K 可是使用方法 这有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 它没有相关的参考 我记得 所以你要记得 范围的话 我们不能用那个 跟Excel里面的那个方法 而要用VBA里面的方法 它如果要一个范围 你要给它一个用Range的物件 提供给它哦 如果你用那个什么 直接给自串 会失败 那我们是在哪个范围呢 从B2到B10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直接输入Range 然后呢 B2到B10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Range给它 然后斗点 第几个呢 我们第三个 这样就OK了 然后把它后刮壶 不过注意一下 那个刮壶数量 Application 刮壶这个Range 这个指的是 那个范围给它 那第几大 然后呢 Large的刮壶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完工了 那后面呢 当然哦 如果 Small的话 也是一样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串 假如说我要 直接引用的话 一样 这边把它改成 直接复制这个 或者干脆直接拿这个 整个到哪里呢 到后面 不过相对的那个 我们的城市 会比较冗长一些些 然后把这边 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 你可以点 一样会出现那个清单 那我们找一下Small 一样会有Small Small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 就把这个方向 刚刚已经 刚刚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这个 所以呢 他会用LUTCH 去帮你找那个范围 然后第几个 或者是说呢 小于等于那个 最后的话呢 结果就会是 跟刚刚应该会是一模一样 我们试一下好了 应该 结果应该是11万多 我们该再试一下 把这根执行一下 OK 执行 应该是20万6千 没错 OK 那这边答案 因为我刚刚这个 这个应该还有 后面还有换一个了 好 那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 要不就是你直接怎么样 产生两个储存格 你就把这个条件带 要不然就是说 你可以用什么 用LUTCH 或者Small 那直接引用什么呢 用那个Application 连络方圈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公式 程式比较冗长 在云端上里面 我也有放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方法 我觉得 如果你懂的这个方法 未来你就 比较不需要说 一下又一定要用VBA 去写LUTCH的 这个功能 你就直接 干脆直接调用 Excel里面就有的函数 你就拿来用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比较能够达到那个 那个 我觉得是左右方圆 至少就是说 你不需要 还要重新再 写已经有的功能 只是说 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要记一下 它是什么 Application 点 Worksheet function 在点的话呢 它就会列出 所有那个Excel里面 它 有内建的那些函数 另外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 那个范围 你就不能用像Excel里面那个范围 你要用Range物件 所以你要给它东西 那如果你给它储存格 你就要用Range或Sales 大概差异在这里 其他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这个好处是说 你就可以大大的 扩充那个 VBA里面可以用的函数 以前可能只有100多个 现在如果再加上 Excel里面那一件 250几个的话 哇那这样的话呢 使用起来应该就 就非常的足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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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